疫情讯息来关心 台北市SOGO百货中校馆 今天突然暂停营业一天 原来是有相关人员确诊 据传是一位参展的品牌厂商员工 身体不舒服 自行裁剪后确诊 虽然还没有接获卫生局的消息 但是SOGO已经决定主动停业彻底清销 预计在4号恢复营业 另外还有一名南港某高职的学生家人确诊 学生自行快筛后也呈现阳性 目前正在等PCR的裁剪结果 副市长黄珊珊透露 北市不明感染源开始增加 在社区中有多点爆开的迹象 精明廉价SOGO百货冷冷清新 入口处还直接拉起红楼 禁止一般民众进入 一旁摆着停业公告 原来里头传出有员工确诊 传出SOGO中校店 有一名品牌厂商人员 日前身体不舒服 3月31号就没来上班 不料自行就医后裁剪阳性确诊 SOGO得知消息 虽然还没等到卫生局通知 就率先宣布 4月3号将停业一天彻底清销 但新增个案恐怕不止这 副市长黄珊珊语重心长 疫情在北市也多点爆发 昨天的大概就是 不明感染源开始增加 所以其实应该是在社区里面 大概都可能有多点爆开的状况 狂烈的部分能够尽量 快速跟确实 市井2号开始 台北市不明感染源个案突然增加 另外南港某高职 有学生家长确诊 证明学生快筛后也呈阳性 目前正等待PCR结果 而到底台湾要朝向清零还是共存 指挥官陈时中 只说大方向还是朝向解封 这答案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是不满意 如果现在下一道命令下去 你没有办法画SOP 那就是空口说白话 最后还是要共存 怎么渡过去 这才是问题 周末假日不忘带着副市长黄珊珊 拜庙炮行程 请走地方争取支持 但得先解决眼前疫情难题 接下来我们的高职要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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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